有没有拽了 拽了妈妈吧 盛开的花朵再加上新鲜蔬果 就是精致的摆设 也是亲子独一无二的创作 几个月前我先生才往生 然后我就很希望 大家都珍惜身边每一个人 是什么爱 是父母的爱 五月孝亲月与佛活动之外 志工也透过各种呈现方式 让民众对孝弟有所领悟 所以这次最感动的是 因为慈善演的那一幕 真的是很像我的儿子以前对我的时候 所以那个只有最感触 我本身父母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会特别的感触到 子一养而亲不在那种感觉 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孩子 多抽出时间陪伴家人 来一个达人区 然后尽量只让我们早吵架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这段片他们此上有讲什么要尽孝啊 然后要趁现在就这样 还在的时候啊 什么时候就好好报答 话感动为行动 也更珍惜当下 待新闻里书来 马永珍 黄福元 马来西亚报导 马永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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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